各位介紹幾個你可以找圖的方法 一個就是你直接找PNG跟SPG 這種的好處是可以找到已經具備好的 像我們剛剛放進來的這種圖 在這邊的 這個是不是都沒有具備的對不對 萬一你有背景圖 因為背景也可以設顏色嘛 背景也可以設顏色 如果你有背景圖的話 這樣再整合就比較不是那麼好看 所以第一種方式是你可以試看看在這邊 到Google找圖的時候 找圖片 你就你的關鍵字加上PNG或SPG 那PNG的話呢基本上就是什麼 點證圖 SPG是向量圖 所以如果你今天 我們剛剛講這個 Manager 好 那我們先找看 我如果用這關鍵字去找 是不是找這些 可是我加上PNG你看看 你看看 礦一格PNG 有沒有覺得比較乾淨一點 那你點下去 我們重點是 你要找到那個 你們看起來這個 你們看起來這個有背景 有一格一格的嗎 沒有嘛 因為我找我先找一個有的 這個應該也沒有 有時候這樣看不準 因為有的螢幕我知道看不出來就是有那個 那個透明的那個狀態 所以我看一下 這個這樣看不準 我直接把它 各位這種透明圖不要直接用複製的 一定要另存 你要把它另存 把它放進來 比如說我放在桌面上好 這個好像有 我就從這邊 我的頁面 這裡 看一下 這邊比較沒有什麼好選的 因為那個 等一下要試一下就是 插進圖片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有那個 插入圖片 這裡 要先傳到雲端硬碟上 好吧 那就等一下再來說吧 這裡有個上傳 抱歉 好 我就找到這一張傳上來 可是這樣看不出來 要看那個背景 你點到這邊 這裡有個顏色有沒有 就它現在在這個區塊裡面 這裡 我放一個背景圖 所以你的區塊可以設背景 這樣有沒有看到透明 這樣是不是就進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加PNG跟SV差在哪裡了吧 當然不是保證說一定都是 因為但是呢 它 這種PNG或SVG的格式 它是可以帶有透明的 跟一般的JPG不一樣 GIF也不一樣 所以如果說你像這樣子 就可以比較方便 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看這個每一個都是一個區塊 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邊每一個都是一個區塊 所以可不可以調整排序 可以 真的 這樣有了解那個感覺了 所以你可以把某一些部分 就可以把它分區分區 分成不同區塊 那你中間 至於這中間 你要再 切幾塊就隨便你了 基本上就是在12塊以內 12塊以內 不過通常大部分是443或334 或者是642之類的 好OK 那這是第一種 那如果呢你找的 因為我用Manager 其實可能 SVG跟PNG不會差太多了 SVG基本上主要是向量的 所以你在這邊看到有沒有都是向量的比較多 對不對 這樣OK 好 這是第一種方法 那麼第二種方法 我這邊其實有寫了一些 這個 如果你要找的是圖庫 你可以按按這個 因為我們在 我不知道各位應該 都有聽過創用CC吧 有沒有 創用CC就創作跟使用 那你這邊呢 有一個類型是屬於CC0 CC0 什麼是CC0 好 這是屬於公眾領域的 它CC 應該說公眾裡面有分兩種 一種是 就是CC0 另外一種就是人類共同資產 那CC0的部分主要就是它 放棄怎麼樣 放棄那個智慧財產權 就是我雖然還沒那麼老有沒有 我把那些就貢獻出來 我就不收權利金 你要怎麼使用都沒關係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沒有 公眾領域的 公眾領域的 那這裡呢 有收訊群 專門在找這一塊 在找這一塊的 你可以往下看一下 這裡 有沒有 CCC0跟這個 這一種的 就是這兩種 Public Domain的 所以 第一個呢 就是台灣人寫的 台灣人寫的 他有 他有一個部落格的 那他有寫了這個 CCC0的收訊群 他一次可以找 剛好最近有更新 他一次可以找怎麼樣 找蠻多個 就是這種 圖庫收訊群 這些都是 那當然你用中文可以找 可是更建議你用英文找 因為你用英文找更容易找到 比如說 像剛剛我們找 這個 比如說Nature好了 然後 這種 很好找的 好 一堆對不對 那你看哪一個你比較喜歡的 點下去 你會看到 我看 這裡好了 好 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看到 CCC0 Public Domain Free for commercial use 對不對 可以商業使用 而且怎麼樣 不用做任何貢獻 直接按這個 就繪繪衣袖 按下去 然後他就 把檔案下載下來 按下去 他就問你 你要哪個尺寸的 假設這個 你就下載啦 OK 現在多了這個 現在這些字都好難喔 如果通過沒問題 有沒有就直接下載了 就不會問你你是誰好嗎 新海誠的電影有看過嗎 他不會問你的名字 這樣了解 不用注冊會 你這樣不是直接拿就走嗎 你也不用告訴他 哎我這檔 這檔案是來自哪個網站 所以我通常會比較喜歡找這一種的 這樣 我們一般的创用CC 我們一般的创用CC 至少都還要標示什麼 作者嘛 對不對 最少最少要標示作者 這邊是CC領是完全都不用 完全都不用 所以 你就可以到這邊找找 那當然我們裡面呢 還有一個是什麼 是那個 影片的 其實影片的我有寫兩篇 在這裡 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再自己進去看就好 這樣了解 所以你可以先找找看哦 那記得我們剛好提過 區段也可以調整排序 也可以怎麼樣 調整它的顏色 就是那個背景顏色 所以如果你是 像一般寫文章 哎我中間這個區塊 我是標題 你就可以用不同的顏色 像我們剛看那個 衛生局的 我們就 在某些就是區段重要的地方 重要標題 我會用不同顏色 甚至不同的圖片 這樣了解 好 這是給大家參考一下